針對年金改革分區座談的抗議行動 我們主要有六大訴求 第一 民進黨年金改革的目的 是製造勞工和軍警公教的對立 然後再分開來如此各個擊滅 年金改革將軍公教殺得很慘 未來民進黨單獨在對付勞工的時候 你們的下場將會更慘 因為民進黨要你們多角少領延後退 改革後保衛要增加一到五倍 而且要到六十五歲才能領 而且會領得更少 我們的第二點訴求 第二點訴求 依憲法規定 民眾對公眾議題有資的權利 也有在公開場合發表意見的權利 年金問題是事關數十萬軍警消公教 權益的公眾議題 而民進黨政府卻在每一場中領位外面 部署數千警力 甚至於殺傷力極大的刮刀式鐵絲網 如此我們參與公眾議題 這是非常清楚的 廟師憲法和民眾有資與表達的權利 第三大訴求 四大基金五十戶盤 虧准了十五千億 民進黨政府不但不追究責任 反而以無辜的軍警消公教的退休縫和18% 作為代稅高揚 實在是上盡天良 第四 軍警消公教是與國家訂定的勞動契約 如今政府背信想要單方面的取消 我們從前所定的契約定 顯然是屬於背信詐欺的行為 我們當位子依法與政府周全到底 第五 民進黨政府不顧法律 信賴保護和不做聚網的原則 它堅持做起聚網 那麼我們要求將軍警消公教退休人員 在服役服務期間的超時工資 必照加班費計算合法給我們 當兩岸關係緊張 國家處在風雨飄搖 戰爭一觸即發的年代 我們日以繼夜 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 這個也應該要補償給我們 第六 我們要鄭重的請蔡英文政府 全員熱馬 戶債分化民民百姓與勞工朋友 和軍警消公教對立 如果還是痴迷不悟 一意孤行 做那種天怒人怨 以全民為敵的蠢勢 我們將會延長戰線 在520號召全民發動 凱盜決戰 並且罷免蔡英文推翻暴政